下地狱的混蛋 下地狱的混蛋 混蛋故意跑得稳 家门口用噪音来都进行伤害 我们拖去尔西 把混蛋 下地狱的混蛋 像那个T-Mobile这些 这次故意愚弄我 有人在那个technic field和business field 故意愚弄我 就是不给我开通电话 本来上次打的那个电话卡上 那个电话已经可以开通了电话 就是不给我开通 到现在为止只有这个emergency 紧急 紧急号码可以用 正常功能一条都没有 除了可以摄像以外 其他所有的功能都没有开通 网上是最容易得到正常的business 这种practice 结果也是把我推来推去 硬要我打电话 他们应该有business 这个什么呢 business email address 直接跟我business email address 发电子邮件 一条一条的哪些方面 该怎么做 到现在还在愚弄我 有人 就是不把我电话开通 就像贼T&T也差不多一样 都拖了一两个月 最后给我收费收得奇贵 怎么样想办法把那些 那种那种 对我进行这个伤害的活动 怎么个合法化了后来 怎么弄欺骗手段 怎么把它弄得好像是 好像正常的收费 没有多收费 实际上多收了几倍 开始好长一段时间的电话 根本就没开通 故意整我 把这把活带 这属于人间的魔鬼类的 将来他们是pre-demon 那这是注定要下地狱的 这款混蛋 整我 故意借着这个电信通信 电讯的 feel的整我 其他人都买了个电话 肯定马上就开通了 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混蛋脱缺 外面 他妈的 整我 他妈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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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